如果以后再让我看见 你身边那些乱七八糟的人 在我眼前跟着我 后果你懂 懂吗 帅呆了 嫂子 您这是做什么呀 我跟她有些加持要聊 你先走吧 嫂子 您再这样 我就报警了 报啊 顺便把那些记者也叫过来 大家可以坐在一起好好聊聊嘛 不用报警 去酒店把保安叫来 把这个疯女人给我请走 是 王熙宁你到底要干什么 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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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们已经分居了 我跟谁来往你管得着啊 我是管不着 律师们还在谈判呢 这也是现在媒体最关心的话题 小朋友跟的时间太短了 就凭这几张破照片 还动摇不了你良好的社会形象 不过你别忘了 我手上还有你上千张照片 和遗体的视频 内容有多精彩 你心里明白 我会让律师跟你谈 好啊 反正从今以后 没有你说话的份儿呢 邱警长 走 滚 走走走走走 好 什么目的 我儿子 我不希望我儿子长大以后 在网上看到有关他生父的丑闻 我不希望他在旁人异样的目光中长大 其实这些照片和视频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 把它交给媒体和律师 我不想为自己争取离婚的 因为我知道这些东西一旦交出去了 将来伤害的就是他 但是你真的太过分了 一次一次触碰我的底线 你提条件吗 明天我会把孟茉接到我的身边 我方律师提出的离婚条件 你必须无条件地答应 还有就是 如果有再让我看见你身边那些 乱七八糟的人在我眼前跟着我 后果你懂吗 懂吗 帅呆了 今天是个好日子 我觉得我们应该去喝一杯吧 难道不是吗 开车 开车